中医理论有四条魂,贯穿于中医理论中时,四条灵魂分别是天人相应、阴阳、五行、三阴三阳。 天人相应是古人认识世界的思想和方法,体现在内经理论的方方面面。 而五郡六系理论是对天人相应思想的具体表达,其地位和作用被当代所作化,阴阳、五行贯穿于中医学理论。 当代任何阴阳,五行是中医学的说理工具,其内涵和意义也没有完全发挥精益。 三阴三阳在当代中医理论中,只保留了概念性的认识。 一、天人相应,天人相应理论是中医学理论的核心,是中医理论之魂,五郁六系理论是天人相应理论的句子应用和表达。 是魂中之魂,人法天地而生,人是天地整体的一个有机成分。 陈吴侍约,夫五云六系,乃天地阴阳运行之常道也。 一、天体运行影响自然界万物,人是自然的一部分。 中国字有文字记载,就有对天象的观测记录。 上书咬点云,乃宁熙和,亲若浩天,立向日月星辰,尽寿人时,素吻天元既大论,云,太虚辽阔,招极画园,万物兹史,乌云中天,不弃真灵,统昆元,九星玄朗,七要周全,约阴约阳,约柔约刚,悠险即位。 寒暑之章,生生化化,品目衔章,说明了天地自然的生化规律。 处问保命全行论,云,天地何弃,命之悦人,人以天地之弃生,四十之百成,处问六节藏下落云,天时人以武器,地时人以武卫,说明万物子史,天地坏人,人的生存依赖天地以公养,自然之道在于天,地, 人的和谐,人和万物的生长壮老,已在于天地之弃的运动变化,处问即交变大论,云,复道者,上知天文,下知地理,中知人士,可以长久,此知谓也,地约,何谓也,其博约,本气谓也,谓天者,天文也,谓的者,地理也,通于人体之变化者,人士也,固态过者先天。 不急诊后天,所谓炙化而人因之也,二,自然因素影响人体健康与发病,人体的生理,病理,与天地相应,日月,新春五大行星,北斗,潮汐,不同的年份,四季,五季,二十四节气,日夜等对人体的生理和病理都有内在的连续和影响, 无数问生气通天落云,天地之间,六合之内,几气九周,九窍,五脏,十二节,皆通呼天气,凌书经别,云,远人之何于天道也,内有五脏,以应五阴,五色,五时,五位,五位也,万有六福,以应六绿,六绿见阴阳诸经而合之十二月,十二臣,十二节,十二经水,十二时,十二经脉者, 四五脏六福之所以应现到,日月,日月的运动变化,对人体的生理病理有明显的影响,人体之气与天地相通,顺应四时变化,人身之阳气靠阳光姿阳益温序,人体气血色月亮,的运动,而表现,营虚变化,无数问生气通天落云,天地之间,六合之内,几气九周,九窍,五脏,十二节, 皆通孤天气,又,阳气者若天与日,失其所,则一者手而不扎,孤天玉当以玉光明,是孤阳阴而上,为爱者也,处问上孤天真乐云,宝则天地,向四日月,变列星辰,逆虫一阳,分别刺时,凌书碎路云,人与天地相参业,与月月相应也,孤月满色海水稀盛,人血气鸡,鸡肉冲, 皮肤质,毛发肩,凑理切,盐够重,但是之时,虽欲肥风,其入浅不深,至其月过空,则海水冬盛,人气血虚,其微气躯,行毒剧,鸡肉碱,皮肤重,凑理开,毛发残,交理薄,盐够落,但是之时,欲肥风则起入深,其病人也足报, 因此,如果日月的运动变化出现异常,则写起阵害人体,尚要充分考虑日月运动对人体的影响, 辩证论智,肃问四气调神大论云,天明则日月不明,险害空声,肃问八正神明论云,分次之法, 毕后日月星辰,四十八正之气,气定乃次之,是故天文御明,则人学闹夜,而为气服,故雪易谢,气一行,天寒日音,则人雪明气,而为气沉,月始生,则雪气始经,为气始行,月过门,则雪气时, 即肉间,月过空,则即肉茧,经落虚,为而气去,行独聚,是以阴天时,而调血气也,是以天寒无次,天文无明,月生无谢,月满无补,月过空无智, 世卫的血而调之,因天之世,生虚之时,一光定位,正立而待之,故月月生而泄,世卫脏虚,月满而补,血气洋溢,落有流血,命越重时,越过空而至,世卫乱经,星辰八正,五大行星,二十八秀的运行,对人体经脉,气血阴阳也产生影响, 人生即血运行上映二十八秀,五行之气贯通天第五藏,处问八正神明乐云,星辰者,所以至日月之心也,八正者,所以后八风之虚邪以诗之者也,以日之汗温,月之虚胜,四时气之浮沉,山五相和,而调之,功常先见之,然而不行于外,故月关于明明焰, 圣几经云,五行之气,善音五行,内彻五脏,明书五十银云,天周二十八秀,素三十六分,人气行一周,千八分,月经二十八秀,人经脉上下,左右,前后二十八脉,周身十六掌二尺,一英二十八秀,自然界的气候变化与五行运动已有密切的联系, 最后太过与不及影响人际生理病理,如碎木太过,上映碎星的变化,风气流行,根据五行深刻规律,木刻土,影响皮的生理功能,皮土容易感受邪气,产生疾病,临正因瞬间而至,处万气消遍大落云,夫子之言最后,其不及太过,而上映五星,成天而行之, 故物妄动,无不应也,促然而动者,其之交遍也,其不应焉,又云,岁目太过,风气流行,皮土瘦邪,上映碎星,化气不整,上映太白星,素问六元正记大乱,云,太阳似天之正,谁吐何得,上映沉星,镇星,岁月,岁月的变化对人体疾病也有明显的影响, 不同的年份,有太过不及之书,同一年之中,主运,客运会相互作用,对气候和人体产生影响,主运,客运会化生不同的迹象变化,影响人体健康与发病,所以致病必须要了解每一年的岁月,客运和客运,以及四天,债权,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,对人体所产生的影响 素问六节到相落云,五运未知后,三后未知弃,六期未知时,四时未知岁,而各从其主之焉,五运相习,而皆知之,中期之运,周而复始,实历其部,如环无端,后亦同法,故云,不知年之所加,其之盛衰,须世之所起,不可以为公义,临书五遍云,先历其年,以知其时, 时高则起,时下则待,虽不信下,当年有冲通,其病必起,是为因形而生病,五遍之际也,四季,生命要顺应天地阴阳,宝则天地,四季变化,阴阳交替,唇生,下肠,秋收,冬藏,人体的浸血与之相顺应,四时气候变化,对应人体相应脏浮, 人体的脉象,也随四时而变化,明书逆顺云,其之逆顺者,所以应天地,阴阳,四时,五行影,明书顺气一约分为四时云,春生,夏长,秋收,冬藏,气之长眼,仁英之,处温慢要经微落云,春日浮,如玉之犹在波,夏日在浮,万大乎万物有余,秋日下浮, 折虫江市,冬玉在谷,折虫周密,君子巨矢,疾病的发生与自然界四时的异常气候有关联,如春天生东风,如果太过异常,影响人体肝脏,夏天生南风,异常则影响人体心脏,秋天生西风,异常则影响人体肺脏,冬天生北风,异常则影响人体肾脏,宿问金贵真言论,云,东风生于春, 冬,病在嘎,云在顶向,南风生于下,病在心,云在胸邪,西风生于秋,病在肺,云在肩背,北风生于东,病在肾,云在摇鼓,中央为土,病在脾,云在急,古春起者并在头,夏起者并在藏,秋起帐并在肩背,东起者并在四肢,素万年阳阴相大乱,云,东伤于寒,春必温病, 春上于风,夏生孙险,夏生于鼠,秋必肩虐,秋生于诗,东生咳嗽,幼云,天游四肢五行,云生长收藏,云生寒暑造是风,人游五荡化武器,云生喜怒悲悠孔 三,养生治悲病,人要顺应四肢养生,何于阴阳,以防病治病,春天到来,万物已容,要早睡早起,散步旅游,顺应春起 夏天晚物生长,要保持情绪稳定,享受阳光,吃到运动,顺应阳气的发散,秋天凉脏,要早睡早起,保持平和的心态,周脸神气,物食外泻,多食水果,清肺气,以阴休气,冬天要养精气,早睡晚起,减少运动,以阴冬起必藏,素万四气掉神大乱,云,春三月, 此未发尘,天地之生,万物已容,亦莫早起,广富于平,批发缓行,以时之生,生而勿杀,云而勿夺,闪而勿发,此春气之应,养生之道也,虐之则伤甘,孝未寒便,凤枣者上,夫四十阴养者,万物之根本也。 所以圣人春夏养阳,秋冬养阴,亦从其根,故与万物臣服于生长之门,念其根,自伐其本,坏其真意,故因养四十者,万物之中时矣,此生之本也,亦之则在害生,从之则科及不起,是未得道,又云,从因良则生,念之则死,从之则治,念之则乱, 但顺为命,是未内阁,十二月,十二月之中,人气顺应每月的气候变化而自我调节,适应自然规律,如正月二月,人气在干,三月四月,人气在疲,五月六月,人气在头,七月八月,人气在废,九月十月,人气在心,十一月十二月,人气在圣,这是人气与天地相应,每月的运行规律。 所以我们在临床实践中,要认识每月的发病特点,一直到,临树五乱云,经脉十二者,已应十二月,十二月者,分为四十,四十者,春秋冬夏,齐齐各异,素问脉解云,正月阳气处在上,而因气盛,阳卫得自刺业,顾忠腰椎痛也,并偏虚微薄者,正月阳气冻解地气而出也,所谓偏虚者, 东韩颇有不足者,顾偏虚微薄也,昼夜,我们知道,日夜的变化,在于地球随太阳运动的自传,形成了昼夜,已分为阴阳,命向太阳则为白天,阳气生发,北向太阳,则为夜晚,阳气潜藏,人体的阳气呈现阳光规律, 因此我们在养生,防病,治病过程中,要顺阴阳气的特点,是阴阳而暗之处,数问生气通天论云,顾阳气者,阴日而主外,平淡人气生,日中而阳气龙,日心而阳气亦须,寄门乃壁,是顾木而修具,无饶金骨,无界乌露, 凡此三时,行乃困保,灵书因卫生会运,日中而阳笼为重阳,夜半而阴笼为重阴,顾太阴阻内,太阳主外,各行二十五度,分为昼夜,夜半为阴笼,夜半后而为阴衰,平淡阴景而阳受气宜,日中为阳笼,日心而阳衰,日入阳境而阴受气宜,夜半而大会,万民皆落,命约和夜, 平淡阴景而阳受气,如是无益,与天地同济,人体发生的疾病,有淡会,午安,夕家,夜神的特点,提示我们要预判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规律,提前采取措施,以致未病,明书顺气一日分为四世云,腹白病者,多以淡会,周安,夕家,夜神,春生,夏长,秋收,冬藏,士气质长也, 人因因之,以一日分为四世,朝则未春,日中为夏,日入未秋,夜半未冬,朝则人气使生,病气衰,顾大会,日中人气长,长则盛邪,顾安,夕则人气使衰,邪气使生,顾家,夜半人气入脏,邪气独居于身,顾顺念 二,阴阳,远古对自然界的认识应该是基于阴阳,阴阳元与古人对这阅昼夜的认识,阴阳本源为地球的自传,这在内经中可以有所体现,灵书阴阳系日月,云,皇帝约,元天卫阳,得卫阴,日卫阳,月卫阴,灵书阴卫阳 灵书阴,为期行御阴二十五度,行御阳二十五度,分为昼夜,灵书的这些认识,可以看出古人对阴阳认识的照源,阴阳观念的萌生可远速至福气,调顺时代,人们对阴阳的认识逐步扩大,法相日为阳,备日为阴,山之南阳光多为阳,山之北阳光少为阴,法男人为阳,女人为阴,处问生气通前落云,阳 阳起者,若天于日,是其所责者受而不张,古天于等以日光明,是古阳阴而上,为外者也,传书福系发现和图,大禹发现洛书,二者皆是以符号标注阴阳,但于四千多年前,古人发明了归表,并以归表侧影,观察一天,四季,一年阴阳变化,于是产生了太极图,并由此产生二十四节气概念, 在阴阳概念的基础上,进一步分为四项,八卦,以先天八卦对应和图,说明天道,以后天八卦对应洛书,说理地道,在向上之际出现了三亿,连山,龟藤,周一,连山,龟藏以师传,留给我们的周一,即是了古代了名的赵源。 周里春观宗伯第三世人,云,世人长三亿,一别九世之名,一约连山,二约归藏,三约周一,帝王世纪云,陶西作八卦,神龙中之为六十四卦,皇帝,遥,顺颖而生之,分为二亿,至乡人一年帝约连山,因人一皇帝约归藏,文王晃六十四卦,住九六之遥,位之周一, 创至阴阳一词,明确阴阳概念,则是阴州时代才有的文化特征,年代归家部词里,就引有大量关于阴阳,会日的记载,由于古人对二十八秀的认识久远,此时古人以阴阳描述,二十八秀,的运行是可能的。 明书为七行云,四有十二月,日有十二尘,子五未经,毛幽未未,天周二十八秀,而一念七星,四七二十八星,法毛未未,徐章未经,是故房之必为阳,毛之心为阴,阳主咒,阴主也,后经春秋到战国中,后期,阴阳观念史发展,演变成一种概念形态, 诗经功流,云,寂静求岗,香齐阴阳,阴阳成为阴阳家,道家,俗家,法家,农家等诸子百家普遍的理论基础,成为古人的思想观和方法论,并把阴阳赋以像树的内行,此时一经理论诞生,周一包括经和传,两部分,经主要是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摇,各有卦词和摇词,可能写定于周初至春节, 传世解释经党,相传孔子所作,经人研究,到底系战国及秦汉之际的作品,是以阴阳说理,以卦,阳,像,术作为基本要素,皇帝内经应用了阴阳的哲学思想为指导,继承了传统阴阳的认识,阴阳应天地之相为主, 用阴阳以说义理,内评中的阴阳具有像,术,物质,以及古代哲学,指导下的说理方法,阴阳理论贯穿于内经全篇,成为中阴理论的灵魂,素万阴阳应像大论,云,阴阳者,天地之道也,万物之刚迹,变化之父母,生杀之本使,生云之福也, 说明阴阳是天地自然规律,万事万物的刚领,运动变化的源泉,深刻抗海的教室,是天地之大道,其后素问天原地大论,在五郡六七理论中,进一步惨罚了五郡阴阳,服务阴阳者,天地之道也,万物之刚迹,变化之父母,生杀之本使,生云之福也,可不通乎, 故悟生为之化,悟即为之变,阴阳不测,为之神,神用无方为之圣 三,五行,五行概念的提出和形成,目前通常认为,先有阴伤五方概念,后春秋有五才说,多以上书红瓣提出五行的概念为五行源头,上书红瓣云,木火土金水,木曰雪菊,火曰盐上,土曰架色,金曰从阁,水曰落下, 是以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的形态下来说理五行,五行概念源于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吗? 非也,五行大义云,五行因和圣,约,因天地而生,董仲书,也明确指出,天地之气,合而为一,分为阴阳,叛为四十,列为五行,以圣章仲景约的,夫千步五行,以运万类,处问天原济大论云, 天有五行,欲五位,以生寒暑造适奉,处问无运行大落云,天垂象,地成行,七要为虚,五行立地,可见,五行源于古人对天象的观察,事物纪元,因使建立书约,皇帝建立五行,七五步,应烧祝约,五行,今末谁火土也,使戒五帝本纪,也记载,宣言,知武器, 姬姐,隐王宿言,驻见武器,为五行之气,素问无运行大论,云,烂太世天原测文约,当天之气经于牛女无分,青天之气经于心闻已分,苍天之气经于为是流鬼,复天之气经于靠世昂帝,宣天之气经于张义楼外,所谓物已分者,魁必脚枕,则天地之门护也,父后之所使,道之所生,不可不通也, 白虎脱五行云,物行者,费金,墨,水,火,土也,严行者,愈为天行之义也,王宾约,武运,为五行之气,迎天之云而主化者也,素问气交变大论,约,武运更是,上阴天气,阴阳往复,寒暑迎随,真邪相亡,内外分离,六经波荡,武器情仪,太过不及,专胜兼并, 武行关键在行,洞,船,云,处问藏起法师论云,皇帝闻约,何人行已导刺时武行而至,何如而从,何如而异,得诗之意,愿闻其事,七伯对约,武行者,金,墨,水,火,土也,更贵更见,以知死生,以绝成百,而定武藏之气,兼胜之时,死生之气,一,行的含义有二, 一是运行之意,汉书,五行者,五常之行器也,二是具有行列的意义,上书空带约,古臣其五行,我们目前的教材取其行列之意,即以五行类比自然界万事万物,即人体发病与赞幅,经络等,更多的互是了五行之运行, 二,动,传,五行之气在动,在人体表现为五脏之气相传,内定以生刻成无表现,素问欲及珍藏落云,五脏受气于其所生,传之于其所胜,气胜于其所生,死于其所不胜,病之且死,并先传行至其所不胜,病乃死,自言起之逆行也,故死,甘受气于心,传之于疲, 气生于肺,至肺而死,心受气于皮,传之于肺,气氏于肝,至肾而死,疲受气于肺,传之于心,至肝而死,被受气于肾,传之于肝,传之于肝,传之于肝,传之于肺,至心而死,身受气于肝,传之于心,气氏于肺,至肺而死,此间因此也,一于一夜五分之,此所以占死生之早目也, 皇帝曰,物脏相通,一皆有刺,物脏有病,则各传其所胜,南京五十四难,云,脏病所以难之者,传其所胜也,伏病亦之者,传其则也,南京七十七难云,所谓之为病者,则之嘎当传之羽皮,故先时脾气。 三,运,即五运,数五形之气运,其客观基础是地球的公转,运气理论以生科乘五,和汉生之来表现。 素问,阴阳阴相大论,云,东方生风,风生木,再因为脚,南方生热,热生火,再因为脂,中央生诗,诗生土,再因为宫,西方生造,造生金,再因迈商,北方生寒,寒生水,再因为雨。 素问六节道下论,何谓所胜,七伯云,纯圣长霞,长霞圣东,东圣夏,夏圣秋,清圣春,所谓的五行诗之圣,各意气命其常,用以说明五运的相生,相圣运化。 素问五运行大论,云,气有余,则以至己所胜而无所不胜,其不及,则以所不胜而成之,己所胜清而无之。 素问六微之大论,云,香火之下,水气成之,水微之下,土气成之,土微之下,风气成之,风微之下,金气成之,金微之下,火气成之,军火之下,银金成之,帝约,何也,七伯约,抗字海,成乃至,这则生化,外裂胜衰,害则败乱,生化大病,用以说明五运的相成。 相无,相成之机,五行理论贯穿内心,贯穿中一理论,是以五行理论也是中一理论之魂。 四,三阴三阳,三阴三阳即绝阴,少阴,太阴,少阳,阳明,太阳,素问千元一大论,云,阴阳之气各有多少。 固约三阳也,中一古籍里有多种叙次不同的三阴三阳,到底可以归纳为经脉生理特性及其层次,类,经脉长短浅身和血气胜衰类,病理反应类,脉者部位,类,时间中期类等。 最早的对三阴三阳记载的文献可能是马王对汉墓出土的,阴阳麦死后,凡三阳,天气月,凡三阴,地气月,足比十一麦九经和阴阳十一麦九经中有以太阳,阳明,少阳,太阴,少阴,绝阴命名的经脉名称,是目前中一一集中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三阴三阳术语。 最终一理论中,三阴三阳也是贯透内经,张仲锦更是以三阴三阳为基础,发展了内经临床应用。 三阴三阳在内经理论中道体,可分为三种内涵。 一、天之三阴三阳,以风寒暑是造火六元为本,三阴三阳未彪,中期与之相成说理六七天月,素吻天元一大论,云,寒暑造是风火,天之阴阳也。 三阴三阳上风之,绝阴之上,风气主之,消阴之上,热气主之,太阴之上,石气主之,少阳之上,香火主之,阳明之上,造气主之,太阳之上,寒气主之,所谓本也。 四位六元,素吻六微之大论,云,所谓本也,本之下,中之见也,见之下,气之标也,本标不同,起因异象。 二,得得三阴三阳,以木火土金水,阴京与天之三阴三阳相成,以说理地道,素吻六微之大论,云,消火之下,水气成之,水微之下,土气成之,土微之下,风气成之,风味之下,金气成之,金微之下,火气成之,军火之下,阴京成之,帝约,和言,齐伯约, 抗死亥,成乃至,至则生化,外裂胜衰,亥此败乱,生化大病。 三,人得得三阴三阳,素吻五蕴秦大论云,付庶之可书者,无人中之阴阳也,不然所合,庶之可得者也,付阴阳者,庶之可食,推之可斑,庶之可切。 推之可万,天地阴阳者,不以树推,以向之为也。太阳,阳宁,少阳,太阴,绝阴,少阴,三阴三阳之气存在于脏腑,经脉,经经,屁股之中,各不以以三阴三阳命之,起立和诸入,生下称福,树之可得,何于阴阳变化规律,素万阴阳离合论云。 三阴者,不得相适也,阴阳冲冲,经传为一周,系里行表而为江城也,素万热乱云。 生寒一日,太阳兽之,骨头小透,摇脊桥,二日,阳明兽之,三日,少阳兽之,四日,太阴兽之,五日,少阴兽之,六日,绝阴兽之,三阴三阳。 五脏六父接受病,熟味不行,五脏不通,三阴三阳在人体中,除了归纳经脉生理特性及其层次类,经脉长短前生和血气胜衰类,病理反应,类,埋者部位类,时间周期类等内涵之外, 更多的是探讨天、当、人与自然、疾病的关系,说明人体结构和气化,贯穿中医理论,是中医理论不可或缺的重要内涵,是以三阴三阳是中医理论之魂。 伤寒论中的三阴三阳,伤寒论是对内经三阴三阳学说的继承和发展。 伤寒论三阳源于内经,三阴三阳,历大意价对伤寒论理论源于皇帝内经极无意义,且重景在伤寒论人世中有明确交代,勤求古训。 伤寒论中方,转用素问,九卷,八十一难,阴阳大论,太炉要路,并评脉辩论,为伤寒杂病论核实六卷,阐明了伤寒论与内经的学术源源关系。 一、六病,把伤寒论中的论述归于六病,历代有之,伤寒论是讲六病吗?非也,首先伤寒论不止六个病,也不是六祖病,大家可以找一找伤寒论里究竟有多少。 七次,伤寒论讲的不是六病,是伤寒论的各种病。 第三,看伤寒论的论述,如太阳之味病,少阳之味病等等,讲的都不是太阳病,少阳病。 二、六经,伤寒论讲六经是正确的,在伤寒论中一样明确交代,伤寒论伤寒论第三,三阳经子三经受病,未入于福者,可寒而已,三阴经子三经受病。 受病,引入于福,可寒而已,因此六经是存在的,后世留和兼在伤寒执者所言一事。 那么是六经病吗?也不是,伤寒论伤寒历第三,太阳受病也。 当一二日发,阳阳受病也,当二三日发,少阳受病也,当三四日发,太阳受病也。 当四五日发,烧阳受病也,当五六日发,绝阳受病也,当六七日发。 讲的是六经受病,六经是病味,严格来讲不是六经病。 三,六七,伤寒论讲六七吗? 众景非常重视运气学说,在其原序中说,福天不故行,一运万类,人病无常。 一有五脏,经落腐渝,阴阳归通,学名又危。 变化难及,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,再有,六七主课第三一篇。 五月六七的基本规律,讲得非常清楚,山寒论的六七是天之六七吗? 六七是什么?太阳,少阳,阳宁,太阴,少阴,绝阴。 在山寒论各篇题目中交代很清楚,那人生之六七,与天之六七相依。 成无极在筑解山寒论中说,六经传遍,三阴三阳之气结合,大邪之气结续,病人精神爽会也,因此,三阴三阳之气存在于山寒论史中,存在于山寒论灵魂之中,且在各智之首,与弥明确交代清楚。 六七就是太阳,少阳,阳宁,太阴,少阴,绝阴,这是人之六七,非天之六七,所有的论述都是围绕六七而进行。 六七存在于六经之中,是六经的物质基础,升降出入,构成人的基本生命。 如四文六直指大论,云,出入非则生机化灭,升降西则气力归,故非出入,则无以生长转老矣,非生降,则无以生长化收藏,是以生将出入,无气不由,故气折,生化之宇,气三则分支,生化西矣,故无不出入,无不生降。 六七在六经中传化,逐到病则表现出各经症状特点,这也是后世把六七为病理,皆为六经病的根本原因。 三阴三阳理论贯穿内经,山寒杂病论始终,故为中医理论之魂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